傻眼这边怎么破了一个大洞 而且我的磁砖墙 它是砖块墙 它竟然可以移动位置的 民众傻眼怎么也不敢相信 住了超过十年的房子 地震后全变了样 整个走道通通都是十块 对 然后每个房间都是 里里落啦 还是要回来 像今天我就是回来整理东西 主粮结构没受损 既是判定还能住 只是看到这墙面军裂 红砖外漏只想快搬走 同样也在土城沿基街 296项9号更变成围楼 相隔一两条巷子外 可以看到明德路一段 其实现在也是因为结构问题 正在做支撑的工程 而且不止这像是 青云路271号的这一栋公寓 就连墙壁外面也都出现 剧烈甚至已经有磁砖 剥落的情形 网友说出新北灾讯 一点通网站 点出房屋有回损的 都在同一条 底下有人说 因为是在土壤液化区 有人猜是海峡屋 但购物局驳斥 真正原因是房屋老旧 因为921后 耐震系数才逐年修正 这些物龄30年起跳 当然没有相关规定 大概70几年的一些 比较老旧的 大概四五层楼的房子 破坏都比较严重的 都是其楼住的部分 明德路一段 仅16号处理中 七日路271号处理中 京城路三段全部结案 而且都是通报 毁损没有半岛 但的确老旧房子 抗震力差 没被列为楼 住进去还是新驾驾 部分居民喊话要都更 希望换回一个 能安心入睡的家 这部新闻辖南加田银新北 常常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